电影于难于你解忧 小川追下来捡起石头狠狠砸向小爱 小爱也不示弱 捡起一块更大的石头砸向小川的脑门 画面一转小爱抱着唱片迫不及待的想重听一遍 由于现在没有唱片机卖了 小爱只好找到一家二手唱片店 结果唱片老板认识这张唱片 因为这张唱片就是这家店的非卖品 小爱见识不妙抱着唱片逃出了唱片店 最后来到一家正在播放唱片的咖啡厅 小爱问老板可以播放这张唱片吗 老板爽快的答应了 忧郁的歌声再次响起 瞬间就吸引了旁边的小哥 唱片放完后小哥非常激动的说 没错 这是波纳贝尔即兴创作的歌曲 传说这张唱片是在他死后才刻录的 唐突的开头 奇妙的起伏 淡淡的歌声 简直不敢相信有生之年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没等小哥说完 小爱抱着唱片逃出了咖啡厅 接着小爱撞到了唱片老板 吓得小爱又回到了砸小川的那个死胡同 小爱踩着木头准备翻过这栋墙 小哥居然就在上面 小爱一慌脚下踩空摔了下去 当场身亡 唱片老板在死胡同发现了小川的尸体 而这边小哥捡起唱片说 他不要了吗 那我就收下了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让人不禁想到世界上那些进取 小伙伴们有没有听过呢 雪日树 大熊和红红开着敞篷车上上吹风 不知什么原因 敞篷车突然坏掉了 更糟糕的是两人都没带手机 只能去找人帮忙了 在树林走了一个小时 终于看到一个破败的木屋和一群小孩 大熊走上前问 你们谁有手机可以借用一下吗 小孩闷不吭声 然后发出毛骨悚然的笑声 这群熊孩子应该没手机吧 于是他们继续往前走 红红发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那群熊孩子一直跟在身后 大熊不赖烦了 让他们走开 谁知这群熊孩子冲上来 并用刺藤条冲了红红一下 红红的脖子瞬间就出血了 一闻到血腥味 熊孩子兴奋无比 朝红红扑了过来 画面一转 大熊赶走熊孩子后问红红 你没事吧 红红表示还好 就是感觉那些熊孩子有吸自己的血 这时他们来到一个废弃的村子 有一面墙染了很多血迹 而且地上还有一滩胃干的鲜血 接着大熊敲了一户人家的门 一位小哥开门了 小哥表示自己没手机 不过可以处理红红的伤口 给红红包张完伤口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小哥非常友好的 邀请他们留下来过夜 用晚餐的时候 小哥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之前这个村子有个美丽的女人 她非常孤独 因为她总觉得身边的人会离她而去 包括血液都想离开自己的身体 有一天她用小刀划开了脖子 小哥急时发现 用嘴捂住了她的伤口 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脖子长出了一棵血液树 血液变成了血液树的果实 这种感觉就像身体被掏空一样 血液树越长越大 女人也越来越虚弱 最后变成了一副空壳 第二天大熊醒来 发现哄哄不见了 顺着地上的血迹来到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长着一棵巨大的血液树 小哥说 这就是那个女人如今的模样 捏着她的血液果实 感觉她还活着一样 就在这时大熊听到一个声音 小伙子 那个小哥是个吸血鬼 他把村民全埋在了这里 就是为了他的血液树茁成长 快逃吧小伙子 不然你也会和我们一样 变成干尸的 得知真相的大熊急忙回到房间 发现哄哄就坐在床上 不过已经晚了 哄哄的脖子也长了一株可怕的血液树 画面一转 大熊带着哄哄逃出的那个村子 走了一会儿 大熊惊讶的发现 自己的手也长出了血液树 就在大熊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红红在下一个果实 放在嘴边吸引 故事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